張柏芝11月驚爆避山底三胎後 除了鋪過一條片說小王子滿月之外 就沒有再回應相關事件了 就在小王子滿月後的兩天 張柏芝就帶兩個兒子和朋友一起出國旅行 玩了五天,張柏芝一行人躲晚回到香港 小兒子Quintus站在手推車上 而大兒子Lucas就自己一個走 但走了不久,Lucas就默默地消失在人群之中 柏芝雖然穿著闊身裙 但看起來身形都沒有變過 看見記者在現場,他亦表現淡定 沒多久就有工作人員過來接應 沿路保護拍支不讓人認 而同行的人就加快腳步 企圖離開拍攝的範圍 張柏芝來到停車場時 牽著Quintus的手,堅決拒絕回答問題 牌子兩位哥哥有沒有見過我弟弟? 你會不會讓開條路? 麻煩你 牌子上了黑色七人車之後 Quintus就乖乖地去最後面坐 看來前面,是要留個位給哥哥 不知到何時才能看到三位王子一齊出門口呢?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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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嗎? 好嗎?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